各位路人嘉宜秉丁,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來談土壤的含水筆、飽和度、孔隙率和孔隙筆的定義 那今天你是一個土木工程師 在你的工地裡面取得了一個土壤樣本 那另外你的朋友一樣是土木工程師 在另外一個工地也取得了一個土壤樣本 現在你們想要做互相的比較 卻發現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個就是你們取土壤樣本使用的容器不一樣 也就是說這個總V不一樣 那連帶的照前面幾集所取得的這個第一手資訊 也都會有很大的差距 那這個時候你要如何去比較呢? 然後你就想到了像職棒選手你要比較兩個打者 他的打擊到底誰比較好 你其實不必去在乎每個人的打席和他的安打數 你只要拿安打數除以打席得到他的打擊率 然後用打擊率去做比較就可以啦 所以土壤樣本也是一樣 重點不在於你的容器所取的體積是多少 而在於裡面之間的比例關係是多少 於是科學家就想到說 這七個人可以組成非常多的比例 那到底有哪幾個比例是比較好用的呢? 那其中一種叫做單位重 我們在上一集已經提過了 然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另外四個常用的 第一個叫做含水筆 也就是WW除以WS 那第二個叫做飽和度 就是VW除以VV 那第三個叫做孔隙率 也就是VV除以總V 第四個叫孔隙比 第四個叫孔隙比 也就是VV除以VS 那透過這四個比例關係呢 我們就可以去比較不同土壤樣本之間 它們不讓性質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這邊我們要來說明一下 這個飽和度換孔隙率 其實它們在數學上就是被嚴格限制在0到100之間 因為這個VW再大都不會超過VV嘛 那這個VV再大都不會超過總V 那第二個要注意的是這四個人他都沒有單位 因為儲上重量單位就不見了 那這個儲上體積的單位就不見了 所以它們其實就是一個無音次的比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四個有哪些是屬於定值 也就是與工地環境無關的值 那基本上就是要跟水沒有關係嘛 所以我們來檢查一下 含水比它有水的重量所以這個會變 那飽和度裡面有水的體積這個值也是會變 那另外孔隙率安孔隙比這兩個 裡面都沒有跟水有關的參數 所以孔隙率安孔隙比是一個定值 也是工程師比較在乎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拜拜